男人突然冲出来 用塑料袋捂住女人的头 他吓得瘫软在地 不断挣扎 终于用手撕开了塑料袋 连忙大声呼救 可不远处的司机 正戴着耳机整理户 丝毫没有听到女人的求救声 男人拿出胶带封住他的嘴 用绳子绑住四肢 接着把他塞进后备箱 大庭广众之下开车驶离现场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乌黑的密室当中 正在他一连猛时 大壮走了进来 告诉他这密室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墙壁是防核弹级别的 还装了大主播专属隔音设备 房子地处郊外 人烟稀少 就算他喊破喉咙也没有用 接着大壮和女人商量 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名字 女人连连点头表示OK 可没想到这女人不讲武德 刚撕开交代 就嗷喊个不停 大壮直接无语 你喊任你喊小门我一关 门外果然一点声响也没有 见女人不愿意配合 大壮决定来点强硬的 直接子弹压满 再次来到密室 女人喊累了 祈求大壮不要碰自己 可以把自己卡里的五个W都给他 大壮轻蔑一笑 表示自己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我对钱不感兴趣 看到大壮手里的枪 女人开始怂了 乖乖交代自己的名字叫小美 小美 大壮无奈地摇摇头 死到临头还不讲真话 转身再次离开 见女人软硬不吃 大壮开始翻找她的随身物品 结果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 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女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只见她一个瑜伽动作 凭借身体的柔韧度 将反绑着的双手挪到了前面 看来没事练练瑜伽还是有用的 当大壮吃饱喝足 再次推门而入 女人上来就是一个大壁冬 大壮被打倒在地 她如动着爬出密室 没想到被大壮拽住腿 她又是一个正腿灯 还不够 又捧起门口的花盆狠狠砸在了大壮头上 女人爬到客厅 拿起桌上的电话 准备报警 电话刚刚接通 大壮从猛逼中清醒过来 直接一枪把电话线干报 女人绝望地敲打玻璃求救 可这荒郊野领哪里来的人 趁大壮放松警惕 操起桌上的铁球直接给她干晕过去 女人赶紧翻出自己的手机 准备报警 却发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信号 她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把水果刀 将腿上的绳子割断 跑到门口却发现大门被锁住 这时 大壮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淡定地坐下来 指了指一旁的小手枪 邀请女人共进午餐 女人被囚禁 她拿起匕首和男人对质 男人根本不放在眼里 让她先坐下来吃饭 席间 大壮问女人 自己长得帅不帅 没想到耿直的女人 直接表示你和帅不沾边 大壮那叫一个气 抄起桌上的盘子砸在女人脸上 拿枪指着她 没想到女人也不是吃错的 一拳直接把枪打掉 两人扭打在一起 女人一口咬在大壮肩膀上 然后一个抱摔加锁合 她打晕过去 再一次将她关进了密室 等女人醒来 大壮来到密室 拿枪威胁女人 要她老实交代自己的过往经历 女人只好乖乖听话 自己名叫小美 出生于加州菊郡 毕业于纽约大学 主修英语 母亲是护士 父亲是橄榄球队工作人员 大壮听后 轻蔑一笑 表示自己已经观察了女人几个月 知道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随后直接掏出枪 一枪打在墙壁上 弹孔里女人的头就只有0.01公分 大壮警告她 再不说实话 下一枪就直接打爆你的头 原来女人名叫小丽 小美是她孪生妹妹的名字 小时候 她们的父亲出轨 被发现后无言面对 最后独自离开 让她们被镇上的人嫌弃 导致妹妹小美自杀 妹妹的死让她觉得坏的人都该死 大学毕业后 小丽便成为了一名护士 在她就职期间 有三名患者莫名其妙死亡 其中有一人便是大壮的妻子 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瞬间破碎 她认为妻子的死与小丽有关 于是将她绑来寻求真相 如果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一枪打死小丽 小丽终于道出真相 大壮的妻子背叛了她 住院期间她没带结婚戒指 还经常与男人去约会 有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经常来探望 小丽认为她妻子是个罪人 是个对婚姻不忠的贱女人 于是将她杀死 大壮显然无法接受 这几年为了妻子苦苦追寻的真相 竟然以自己被戴绿帽子收尾 女人被关在狭小的房间 周围什么也没有 她必须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于是不断地用手指抠地板 即便满手鲜血也不停止 求生的欲望战胜了疼痛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地板终于松动 小丽用事先藏起来的手机 撬开了一块地砖 不久之后 大壮来到密室 苦口婆心劝说小丽去自首 没想到小丽掏出刚刚撬出来的地砖 直接扎进了她的肩膀 然后再狠狠躲上击脚 拎起大壮的衣领子 随后便扬长而去 但她没有选择逃走 而是在厨房找了一把刀 准备将大壮反杀 当她持刀赶到密室 大壮却趁机冲了出去 迅速关门 想将小丽锁在里面 谁知小丽将手卡住 没有办法 大壮有伤在身 只能跑到客厅捡手枪 小丽紧随气候 一脚将手枪踢飞 一把将她扑倒 按着她的头就往地上走 并成功捡到枪 对准大壮的头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女儿和保姆推门而入 小丽二话不说 调转枪头一枪击中保姆 保姆刚出场就领了盒饭 接着挟持住大壮的女儿 大壮恳求她不要伤害自己的女儿 小丽却表示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就在她分神之时 女儿一口咬住小丽的手臂 大壮趁机将她扑倒在地上 左手控制住小丽拿枪的手 右手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不一会她便晕死过去 此地不宜久留 大壮赶紧带着女儿逃走 没想到 阴魂不散的小丽再一次出现 用枪抵着大壮的头 扣下扳机 结果好巧不巧 没有子弹 二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小丽一刀扎在大壮的大腿上 又给了她一本砖 大壮倒地不起 小丽又操起一旁的叉子 准备结束战斗 千军一发之际 大壮用力一顶 将小丽敲晕过去 迅速滚出车库 车库大门正好落下 重重地砸在了小丽身上 一命呜呼 妇女二人终于得救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